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愧是我媳妇 啥瘦毒我漂亮 真给钱 我真给钱 我给钱 护工也是需要口碑的 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的病啊早好了 慢点 我老公不在家 过来呗 没有路上 没有路上 不耐尽 没有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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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一熟吧 一熟吧 老周 回去吧 这么早啊 大点了 还没有 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啥事 就先过来了 那行 药吃了 早饭也吃了 十点半还有一瓶叶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大叔 太凉了 好嘞 马上加热的 这回试试 还凉吗 老李 那个 是这样 电视台要采访个活工 你技术最好 你上个镜 这行吗 我这 我这模样别给咱医院丢人 行 就你了 配合点啊 那行 周周仁你忙 谢谢 你们坐啊 进来 你快点 怎么了 这医院是你们家开的 活全你一个人干了 就是啊 你说你一个人干就干的呗 拖家抬口整六情歌土的 对 大公公 只能跟你跟周主任关心好 你说你不能这么狠胖 我们这活路都掐了 对啊 我说大姐 你这话咋说的 我有什么能耐掐断你们的活路啊 人家患者家属找到我 我总不能不干吧 你少在那撞算 你给周主任送多少礼 你以为我们大伙不知道啊 要不然好活怎么都介绍给你啊 是啊 就是啊 这电视台来了 他咋不拍咱们呢 对啊 就是 这我真不知道 我刚才正在这忙呢 周主任就把他们带进来了 你别给他狡辩了 不把他挡走 就没咱们好日子过 对 对 干什么你 你们干什么呀 我们是电视台的 你们想打架 来来来来 我这打我这打 让全世界人民都认识认识你们 你电视台的我就怕你了 你赶紧给我让开 要不呢 把你这破气气都给你砸的 咱们都拿我看 你怎么这么扯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咋用我看一看 你们干嘛呢 老谢 你带头倒什么乱呢 他李凡年 凭什么把医院的婚礼活他都结了 我们都要喝西北风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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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活该 你们一个个干的那个什么活 成天就这偷奸耍滑 糊弄变人家属 家属在 你们一个个热情的跟亲儿子似的 家属一走 你们对老人是冷打慢吹 你拿人家家属病人当傻子呢 护工也是需要口碑的 你们这次把人家照顾好了 人家下次有病人来 还会找你们 你们次次都糊弄 人家怎么可能还要你们 只要有家属需要 你们每个人我都会介绍 但是人家指明要李凡年 我有什么办法 静 静说好听 要不收人好处 那李凡年怎么能给他掌佛 他怎么得不心呢 你嘟囊啥呢 你给我说清楚 走 咱去大门口说清楚 天地良心我受谁的好处为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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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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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周主任 我们不是那意思 你看 我们两个 我们这几个都没活干了 只有他李凡年 赚的是盆满博碗的 还带上个徒弟 我们看着不公平 那说什么呢 看见人家干得好 你们就眼红是不是 有那时间多琢磨琢磨自己的业务 在电视台面前丢什么脸啊 出去 都给我出去 不好意思啊 你们接着路 好 谢谢主任啊 这事闹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 让你们见笑了 咱们还继续路吗 那我们也路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也路的差不多了 也没想到你们这行 竞争这么激烈的你说 真激烈 哪一行都不好干 那行 那个李师傅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再到别的病房 去路几个镜头 你忙着 好 好 谢谢你啊 再见 慢走啊 谢谢 梵妍 人家骑救车拉得好像是师傅 我看见师娘他们一家 进骑救室了 我看到了 上去帮我照顾一下张叔 我去看看 好好好 患者男性今日深度混迷 报告生命体症 爸爸应该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了啊妈 患者呼吸频率变慢 好 准备抢救 呼吸 妈 今天早上好好的呢 妈 你别哭了 医生就不在抢救吗 爸 爸 以前 你没有心脏病了吗 喂 海涛啊 对 你抓紧回 必须回 必须回 爸现在正在抢救呢 你要是再耍性子的话 连我都不能原谅你 好 抓紧啊 你个没良心的 你给我赶快回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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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了 什么情况 马上要上飞机了 你上飞机了吗 别担心了 大夫啊 我爸他怎么样了 病人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病情我们再讨论一下 你们稍后啊 我家伙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赶紧赶紧 咱们讨论一下治疗方案 进来啊 周主任 忙着呢啊 进 好 麻烦问一下 刚才咱们急救那个病人 情况怎么样了 你们认识啊 那是我师父 什么师父 以前厂子里上班的师父 他对我比亲儿子还好 哦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放心吧啊 我们正在读治会诊 我就说嘛 咱们周主任 那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青年才俊呀 心血管权威 少拍马屁啊 有什么事说吧 是这样 我知道你挺忙的 不过我希望你 能从百忙之中抽点时间出来 亲自参与一下会诊 确定治疗方案 这也算是病人家属的请求 你老李是咱们院里最好的护工 也是院里的功臣 你都开口了 我能拨你面子吗 哎呀哎呀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周主任 严大夫 你组织一下李主任跟张主任 咱们立刻会诊 好的 我这就去通知 我也喝点水了 喝什么水你喝水啊 你不刚喝完水吗 你喝那么多水干嘛呀 一趟他上厕所 这都人呢你不 你看个电视 我看一会儿 你看啥电视 你看电视 你睡你觉得了睡觉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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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回来了 谁让你不回我电话了 哎 我老婆不在家 过来呗 医生 这病人的状况 基本已经稳定了 下一步最关键的 在于调养和护理 把病人照顾好 明白 我跟我媳妇轮流照顾 肯定能够照顾好 现在先去把 住院手续给办理一下 啊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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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回事 这是咋了 都回血了快快快 快叫护士 护士啊 护士啊 护士 护士 快快快 都回血了快快快 怎么跌这么快呀 还没事吧 小张 想点点吧 放快了 这不是捣乱吗 张姐呢 张姐 张姐 快叫张姐快快快 还啥呀咋的了 你怎么回事啊 夜都输完了你去哪儿了 我出去接个电话 老人病床前一刻也不能离开 况且还输的夜呢 你嘲笑 都回血了 那你这么说我连电话都不能接了 你什么态度啊 啥态度啊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真有意思 那你负责任 你有责任心 那你伺候啊 那你干嘛顾我呀 走人走人 赶紧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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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意思我还不愿刺魂 什么人呢这是 啥情况 师父怎么样啊 我就没敢过去看他 你为啥没敢 你想啊 要是我过去 让师父知道我现在在医院里干护工 那他老人家 得有多伤心啊 像当初他退休的时候 连他自己的亲儿子刘海涛都没提拔 却把主人的位子留给了我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技术过硬 有前途 可我现在却在医院里当护工 当护工怎么了 我们又没头没墙 我们靠自己的劳动吃饭 你不是经常跟我跟你徒弟这么讲吗 我的傻媳妇 别人爱怎么想怎么说 我根本不会在意 可是师父不一样 他对我的期望实在是太高了 还有刘海涛 你说如果让他知道 我才当护工 还不得被他笑掉大哑 他会怎么想呢 他一定会觉得是你方言没眼光 如果你当初选择的不是我 是他 那你现在也就是一个阔太太 她是杂想杂想 关我们什么时候 来 起来 不是 问一下酒话床在哪里 往前走 左手丢 好 谢谢 你爸这次发病这么突然 太吓人了 这得什么时候能醒啊 是啊 海涛也该回来了 曹兰 海涛 哥 你可回来了 妈 那个没良心的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啊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妈 这是医院 有气回家咱们再撒 别打了 妈 你不就盼着海涛回来吗 这回来了你还舍得打 爸 行了 爸 你感觉怎么样 海涛啊 我以为这辈子都欠不到你了 我心里啊再内疚 不知道以前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呀 爸 对和错都过去了 咱不提了 对 爸 那些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 咱不再提了 海涛 你还吃饭了吗 对 我不饿 没事 不饿也得吃啊 那这样吧 我去买点 不用 不这样吧 海涛今天在路上奔波了一天 妈呢在医院也折腾了一天了 您不如趁早回去 回头洋言把洗漱的东西给我送过来 好的 不 你们回去我留下 我 我留下吧 你们回去吧 别争了 你回去啊 陪妈好好唠唠 我不回去 你们谁照顾你爸 我也不放心哪 妈 您就听我的吧 要是再把您熬坏了 我们全家人 就甭干别的了 就是啊 就听海涛的吧 妈 海涛 那咱们先回去吧 也行 这么快走吧 爸 我们先回去 明天我再来看您啊 好 好 慢慢好好休息 慢慢好好休息吧 妈 我先走了啊 你先走吧 妈 走吧 妈 走 儿子 在广州这些年怎么样啊 还行 海涛现在是大老板 柯东仁没人不知道 刘海涛的大名 一元富翁 是吹的还是真事啊 吹的 吹的 妈 妈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是我这些年 该孝敬你和我爸的 我要钱干什么呀 数着玩 你看 我不稀罕钱 我稀罕人 为什么不把媳妇和孩子 一起带回来啊 你也真够心狠的 结婚都不回来 我过不了心坎 妈 我问你个事啊 叔叔为什么离家出走那么多年啊 那是因为你叔叔和你爷爷吧 闹点矛盾 不 不 那只是表象 听说是为了爱情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听谁说的 我爸 我爸说当年叔叔和他厂里一个同事 一起喜欢上那厂里那厂花了 那厂花也喜欢他俩 一个帅 一个有钱 就他两只船 挑花眼了 瞧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那个时候都很穷 我说大概是那个意思 其实啊 你爸说的才表象呢 真实的原因是呢 你爷爷吧 当时带了两个土地 一个就是你叔叔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叫李凡年的人 你叔叔和那个叫李凡年的人吧 同时喜欢他们藏的厂花 结果那个厂花吧 特别的精 他就不说 他到底是喜欢你叔叔 还是那个叫李凡年的人 那个时候吧 之后那个 面临你爷爷要退休 那个车间主任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 哎呀 所以说呢 那个厂花就跟这个 这两个男人说 你们俩谁当着车间主任呢 我就嫁给谁 结果呀 你的爷爷 就推荐了那个叫李凡年的人当主任 那你说说哪有面子 哪有脸面呢 就李凡年出走了 懂了吧 我爷爷有病啊 怎么说话呢 要我 我也走 为什么推荐别人啊 他脑子怎么想的呀 那个说什么 都特别大公司 吃国家的 穿国家的 思想跟现在不一样 我去 我叔叔真够悲催的 爸 烫吧 不烫 爸 我先接个电话 喂 好 是 王总 是这样 我父亲得了疾病住院了 我想请几天天啊 明天那事让老黄去不就行了吗 不是 我爸爸这儿一分钟也离不了人 我得整宿地守着他 明天去不了城里 好吧 好吧 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明天几点出发 好 好 我准时到 大哥 大哥 你啊 你们俩这是 听说师父病了 我们来看看他 好 妈 来看看就行了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就在里面呢 好好好 你来吧 爸 你看谁来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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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方言来看你了 方言来 坐 来 师父你别动 别动 好好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帮你啊 方言 好久就没见到你们俩了 是啊 师父 这些年 我们一年到头都瞎忙 好几次都想过来看看你和师娘 可惜最后都没有成行 是啊 这肠子倒闭一晃都好几年了 凡年你现在做什么呢 呃 那个 我我现在 我们开了个培训班 呃 对 呃 对 我们开了个培训班 培训什么呢 呃 维修 对 维修汽车和摩托车 我不是有咱厂子里的技术吗 你是我最得意的头弟 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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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哪儿不舒服 头有点音 辛苦 来 师父 我给你按一按 吸气 深呼吸 这个有点快 一分钟不能超过三十滴 我知道 调慢点 哎 师父感觉怎么样好些了没 好多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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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你们俩高的 都快成医生了 啊 我们懂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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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起来了起来了 这是我的床 不好意思啊 啊 死去原至万事空 淡背不敬 九州铜 王氏北定中原日 家鸡勿望高奈奥 你家还在睡呢 你背什么诗啊 你以为还是在那淡尖背房 住得好好的 非要调到双人街来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我乐意 省钱 一天省四十 我干啥不行啊 真是个老才你 你那一个月上万块的工资 留着干什么 留着干什么 有用 有用 哥 爸好多了 好多了 面里捡了两次少 主要就是不能动 多犯个事给他 爸 你感情怎么样 还行 那你回去睡会儿吧 睡不了 我今天得用王总去一趟成立 那多辛苦啊 给领导请个假呗 是啊 请了 没请下来 你今天留下来照顾爸爸 我先走了 你们都回吧 我来照顾爸就行 还是让你嫂子来吧 这挺熬人的 我待会儿多长时间 今天啊 待会儿有重要客户要签合同 你们都回吧 我来就行 真的回吧 好 那我们不客气了 别客气 爸 这是妈给你做的蒙古汤 趁热喝多喝点啊 你走吧你们 来 爸 他们吃饭啊 我这位兄弟 什么病啊 我爸是有点脑血栓 也是要命的病啊 叔叔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饿不饿 饿不饿 饿不饿不饿 饿不饿不饿 我想上厕所啊 好 来 这老爷子挺幽默啊 看你们俩很亲像妇女一样啊 是 老人家没儿没女的 他一住院就找我给他护理 换谁都不行 看出来了 醒了 老爷子怎么样 多给老人按摩按摩 饮食上要清淡 好 待会儿是这样 那个 我要是想找一个人来照顾我爸爸的话 可以吗 你想请个护工啊 对 护工 可以 当然可以 是这样 昨天我已经跟你们家属说过了 像老人家这种情况 最好请个护工 他们护理起来更专业 特别是心血管方便的疾病 专业的按摩护理很重要 还能减轻你们家属的压力 可以考虑 好 谢谢 那走啊 翻这儿来了 进来 翻这儿 我不看了 怎么了 走 出去说 这 这你说这 什么情况 你说 是啥情况呢 你说那个老太太啊 他动不动就打人 你瞧我这脑袋 差点都为他打开花了 这他娘呢是什么活着 老王 你听我说 照顾老人就跟照顾小孩一样 需要耐心 要哄着 你是不是怎么刺激到他了 我能怎么刺激他 我就是给他放个身 这可能是给他弄疼了 这一罐罐就打过来了 你这是啥意思 这活给东西抢我都不干 老王 老王 大兄弟 我走 大兄弟 我走 大兄弟 我走 大兄弟 我求你了 我求你帮个忙行吗 老哥哥我也快七十岁的人了 就拜托你了 行不行 我 我求求你了行吗 我 不 老王 别赌气啊 咱不赌气 听我说 你这么一走 那病人怎么办 把他扔到这儿 咱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怎么呢 我不负责任 这活我不干了 这钱我也不要了 这就算不负责任了 这 这上哪儿出理去 我说范权啊 哥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 还能惦记得给我找点活干 我 我真是感谢不尽他 我这 可是我这心里头 真是没有那王王堵的 实在吃不下的脸上头 这活我不干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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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赢 我走 大兄弟 我走 我老妈妈 她有老年痴在这儿呢 她一时犯糊涂 打了你 我愿意补偿 打你几次 打一次我给你一百块钱 你说 我给钱 真给钱 我真给钱 我给钱 那就算 三 四 五 那就六下吧 六下喽 六百 老王 不 不 范权 你这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 咱们有工资 这 这钱 咱不能收 这 就我 这她是给我挨打的补偿费 是 补偿费 挨打 你为什么会挨打 来 你们跟我进去看看 看看她会不会打我 走 我去 我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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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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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大姐 您是干护工的 是啊 我这儿有个活您干吗 白天上班 晚天不上班 管饭二百 不管饭二百六 加班一小时三十块钱 我只赔床 不洗衣服 行 只要你把我爸照顾好 让他早点康复 我给你三百点 真是大笑子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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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妈呀妈呀 我打 亲妈呀 你这做啥呀 咱们找个护物那么容易吗 你这把儿子熬死了 这是不是啊 大哥 你看是这样 这钱你先拿着 待会儿阿姨要是打了我 你就把这钱给老啊 你看着 我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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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 放松 我叫李凡年 我是来护理你的 好 放松 这 这真快的啊 他咋不打你呀 大哥 按照咱们雇佣合同上的规定呢 这头一个星期呢是试用期 如果你要是觉得咱们老王师父 确实不合适 咱们也可以解除合约 你好 那老半天我还让人挑啊 服务也是商品 人家花钱是消费服务的 当然有选择的权利 我挑啥也挑 你这老王也不容易 帮这个忙 是不是也尽心了 我这也有个病 还糖尿病 高血压 我有个父亲 前五年去世了 有个哥哥三年前也没了 我现在有一孙儿女 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四川 我真是力不从心呢我现在 哎老哥 如果你这么说呀 我老王说不出别的来 我家由于老何小 这将心比心 你放心 今后啊我啊 干工作不带糊涂你啊 你这院里的沙 扎起扎吧的活 我全包了 那太好了 我就放心了 我不能让你白忙活 哪天啊 我加钱你收个数 哎哎哎哎哎 对对对哥 停停停停 你再提这钱的事啊 这活我干不了了 老哥啊 你看咱们王师父多讲究 不过老王 哎哎 要做一个合格的护工啊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首先要做到三步 第一呢 长期卧床的患者不能有褥疮 啊好 第二就是排泄物清理的 要干净及时 床上不能有异味 第三患者家属在场不在场 咱们都要做到一样 好 护理不能缺项 我懂我懂了 哈哈哈哈哈哈 梵芳 你出来一下 哎 好 怎么啦 快说呀 我还忙着呢 刘海涛回来了 啊 是吗 师父病了 他当然得回来 怎么 你看见他了 他没看见我 他给师傅找了个护工 找的谁 凉不凉 凉吗 不凉 好 我给你擦擦杯 来 行 慢点 还雇人 多花钱 钱的事你甭考虑 你好好的康复 早点出院比什么都强啊 你多有福气啊 儿子真孝心 那些我给我吃啊 还是有个孩子好啊 我这边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孩子 那你当初 为什么不要个孩子 忙工作呗 想成命 成家 成万 耽搁了 现在想来想去啊 那些 这都是虚的 虚的 海涛 海涛 来了 挺快啊 我接到你的电话呀 就赶紧赶过来 你拿东西干嘛 师傅 哎呀 梁子 我过来看看您 师傅 恐怕起不来了 以前知道有这么一天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 师傅 没事的 人老子这个住个院 不是很正常吗 住个院不正常吗 人老子啊 您安心养病 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养病啊 好 没事 好 进 周主缘 李 进来 走 你们俩和他有什么事吗 有个事想麻烦您一下 你看我师傅他不是刚刚住院吗 情况还不太好 需要有人护理 这个如果调养护理不好啊 发作就是大事 对呀 可没成想要我师傅的家属 他居然找了张大兰当护工 我怕他轰动事把我师傅给耽误了 张大兰 哪个张大兰 就是那个特别横 经常被家属投诉开除那个 医院已经警告过他好多次了 警告没用啊 病号那么多 他坑一个是一个 所以啊 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 想看看周主任您能不能出面 跟我师傅的家属说说情况 让他们换一个护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个 我还真不好出面 护工跟他们医院没什么关系 都是家属自己找的 我也不好干涉啊 方燕还联系吗 联系很少 上次 就在七七哈二火车站 见过他和李凡年一次 匆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李凡年 和他过得怎么样 张嘴吃药 不吃 不吃 你得按时吃药 病才能好得快呀 来 吃药 我跟你说啊 我可不像你儿女脾气那么好 灌着你啊 你吃吃药 来 把药口吃了 吃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对老人什么态度啊 你哪个劲腾啊 我什么态度 关你什么事啊 咱们干这行的 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要是没有端正的态度 咱别干这个 咱干点别的去 你别跟他家教育我 你个破寡妇 你叫谁呀 你怎么说话呢你 有你这么伤人的吗 像话吗你 怎么回事 他自己找的 这 这怎么了这是 让他走 不用太伺候 不用我伺候是吧 我还真不愿意伺候呢 我跟你说吧 不就是为了挣俩钱吗 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咋说话 我能咋说话 我对我爹妈 都没这么伺候啊 都没这么伺候啊 我不干了我 恶不啊 没事吧 那神经病人是 爷爷 来了 爷 我心里了 嫂子 我哥从室里回来了吗 回来了 累的都不行了 躺床睡着了都 今晚我替你啊 没事我来去 老头子 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九床家主 你们这个住院费得交了啊 昨天不刚交完三千了吗 金额不足了 你这个呢得住半个月以上 后天还有一个疏导手术 先交一万块钱押金 行 好 一万呢 没事我去交一下 儿子 你唱首歌呗 行 天姐 你好 你有事儿 我想请你吃个晚饭 不用不用 那多不好意思啊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我这儿都等半天了 不是 我 我的家里面还有孩子呢 那把孩子叫上一块儿了 小伙儿你把那火灌滴 嗯 先生您好 盛漫油 好 谢谢 盛漫油快点 夏庄好吃吗 好吃 好吃以后叔叔呀 我经常带你来吃 慢点吃 都钉在衣服上了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 让你破肺了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一顿饭的事儿 改天我请你 行 那孩子她爸呢 那孩子她爸呢 死了 癌症 那你没 再找一个 带这么个孩子 谁要我呀 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 一个人过 挺好的 我也一个人 你媳妇呢 你媳妇呢 离了 不太像样啊 对待老人 没有一个儿媳妇的样子 我妈住院 林美那几年 没少受她折磨 我呢 我呢 就是她卷布盖滚蛋 你够狠 我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不孝顺父母的人 为什么去我吃饭啊 看你人好 交个朋友呗 交出请在外面等候就可以了 哦 来 来 这个护工还得找 医生那个意思呢 说咱们不够专业 专业的护工 有利咱爸的康复 最好呢是 白天黑夜的两边倒 这样咱们 要是闲下来的话 回来陪陪床就行了 不会那么累 请护工当然好啊 这才两天 我们俩就摆担不开了 妈疼尿病 那也不能离开人 我和你哥呢 还得上班呢 那请俩护工 得多少钱呢 一个两百多 俩轮板倒的话呢 五百多块钱 大夫说那边有一个 专业的护工中介 说是人都比较专业比较靠谱 我们可以从那边请 天哪 一天五百 我和你哥我俩一个月工资 才不到三四千 那还不够十天的费用呢 不是 这个钱我来出去行 不过 我这次呢回来带的钱不多 护工费你们先帮我垫上 等我到广东之后给你们打过来 我愁也一样 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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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淑拿这个去交钱 好 好 你出什么你出啊 爸住院护工所有的钱 都应该让海涛出 这么多年了他都不回来 爸妈所有所有的事情 都是咱们管呀 他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 掏钱尽孝时的应该的吧 什么你出你出的 哼 我告诉你啊 都得他借出 再说了他比咱有钱呢 他有钱是他的 我是当大哥的 总不能跟弟弟攀比吧 何况海涛也没说不掏钱 他只是说 他这一次贷的现金少一些 傻不傻呀 我看呀 他是跟咱们耍心眼呢 什么钱没带够啊 知道爸住院了 他干嘛不把钱带够了呀 我看哪 他就是不想出 咱要是给他垫上了 他要是不给 那你能好几次问他要吗 阿姨您换只脚 小儿我自幼儿 谁陪照见了 我跟猪儿不认识 喂 啊 谁呀 我听不出来 我跟猪儿不认识 喂 啊 谁呀 我听不出来 阿姨 我先接个电话啊 哎 不好意思 我真没听出来 岁月真的是 可以改变一切 当初最熟悉的现在也变得陌生了 当初最熟悉的现在也变得陌生了 女士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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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童话什么颜色啊 你们广东那边兴这个啊 你们广东那边兴这个啊 我染砸了 你以前就喜欢语重不同 你以前就喜欢语重不同 你 李姐 你怎么在这儿 方燕呢 方燕接了电话出去了 我替她一会儿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客套的变化真大啊 是啊 你走的时候 就老学校那三层楼 你看看现在 记得 咱们在以前经常来这儿玩 是 有一次 你和凡天为了保护我 还被马峰给遮了 我到现在我一看见马峰 我还甚得还我 凡天也是 他一看见密封都害怕 他怎么样 你们 这几年过得还好吧 还行吧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不像是你 干大事业的 你这些年 在广东过得怎么样 大家都说你发财了 前两年 是挣了点钱 可是这两年 又都嘚瑟进去了 谦虚吧 瘦死的骆驼 逼马大 没谦虚 投了几个项目我都赔了 本来手里呢 还有个几百万 结果去年看股市比较不错 把这两百万全扔进去了 又都赔了 人生啊 真是 老婆也跟别人跑了 老婆也跟别人跑了 啥情况 我呢平时忙工作 没有时间陪她 被一个网友过的跑了 好 前两天 我看见你了 在哪儿 在医院里 在医院里 我和凡年 现在在医院里做护工 有两年了 好 还是照 desenvol 人家长辈子 所以可真啊 禁熟 你呀 对 非常高 不愧是我媳妇 啥瘦都那么漂亮 就你 辉煌 快把车钥匙给我 我要去接女儿 还要去书些补习班呢 你去见海涛了 你去见海涛了 快把车钥匙给我 我要去接女儿 你怎么知道 咱俩干户工两年了 你从没留过好 又捯饬得这么漂亮 我捯饬得漂亮 是在给你争脸 他约我单独出来 我是害怕你多想 所以就没告诉你 我相信我媳妇 我相信我媳妇 算你聪明 海涛说 也想单独跟你见一面 我找你 原来你小子还活着呀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样带着咱们俩的女神 干上护工的 我也很想知道 堂堂刘大老板 是怎么样陪着个底朝天 变成穷光蛋的 还是那个李凡年 还是那个刘海棠 这个臭小子 抢走了我的位置 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 你个臭小子 这么多年 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 我拼命地干 拼命地想让方艳觉得 我不比你差 我当年就该好好地揍你一顿 我憋屈了十四年 我今天必须出这口机 你出个屁 你是走了 你害她方艳 差点跳楼自杀 你知道吗 要不是我死死拽住她 你这辈子别想再见到她 怎么样 爽了 爽了 海棠 你知道吗 其实方艳心里啊 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你 而不是我 像当初她说 咱俩谁当上主任 她就跟谁好 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吗 那是因为她不想伤害我 她怕我接受不了 但是她不想伤害我 其实在她心里啊 早就想伤害你了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 师父一定会把主任的位子 留给你 而不是我 你是儿子 我不是 所以啊 以后你别再说 是我抢了你的方艳 是你自己放弃了他 当初不管你做不做这个主任 只要你不走 方艳就都是你了 可现在方艳是你的了 那你看看 你小子没这个命 便宜你了 你们两个大男人 有俩出息没有 我就不放心 知道你们两个人 准消停不了 来 别让我心里看笑话了 别让我心里看笑话了 怎么还和年轻的时候一样 又一觉高下了 今天是她先动的手 我不揍你就不错了 明天早上起来呀 胳膊准又疼得抬不起来 我这刚摔的呀 真是摔得不轻 来 我来帮你揉揉 这以前都是给我揉的 看你说那么废话 她现在是我媳妇 秀文艾 死得快 我自己揉 开头 没事 好了 咱们说正事吧 师父的病情呢 现在护理是关键 医院的周主任说了 一旦护理好 师父还能再站起来 可是如果护理得不好的话 他不但会永远卧床 而且 一旦复发 还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跟方艳商量了一下 我们决定二十四小时 轮班照顾师父 直到他抗训出院 不是 那你们这俩明星护工 我怎么护肺啊 揍死你 这两口挺默契啊 走 走 刚才没事儿晚上 张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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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商量什么事儿啊 是这样 您还记得我跟您提过 我的师父吗 记着 他对你比他亲儿子还好 那个时候是他吗 是 他病了 也住院了 那你啥意思 叫我买点水果看看他去 那倒不用 我曾经发过誓 要给他养老 现在他病了 我想去照顾他 那啥意思 那你照顾他 谁照顾我呀 本来呀 这个事我真是挺不好意思开口的 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行的规矩 可是你也知道 我跟我师父的感情那是不一般的 如果在他有生之年 我不静静孝道 将来我一定会后悔的 所以我想啊 打算让咱们王师父啊 代替我来照顾你 我去照顾我师父 张叔您好 您放心 我一定像凡年一样把您照顾好了啊 那不成 要不然这样吧 待会啊 我给您儿子打个电话 这半个月的工资我就不要了 就当是对你们的违约补偿金 您看这样成不成 那不成啊 那是你辛辛苦苦挣的钱 不但要 非要不口 我跟我儿子说了 再拿两千块钱 作为给你的奖金 他不是为了挣钱 比刺红老爹还重要吗 这会我要的除除雪 那都不合适啊 有啥不合适的 非常合适 老王啊 你呀 该干嘛干嘛去 我不用你刺红我 那您怎么办 你过来 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的病啊早好了 就是不愿意回家呀 你呀 你呀 对我照顾得太周到啦 回家怕不适应啊 这 您老爷太调皮了 不 你呀 好好伺候你师父去吧 你有一个大公无私的师父 那是你的福气呀 他呢 有个知恩图报的徒弟 也是他的福气 好好伺候你师父 我呢 一会儿就出院了 好 太好了 谢谢张叔 谢谢张叔 太感谢了 谢谢张叔 那那我走了 走吧 好好好 在无如时间 我们来相会 全在活葬场 花成了会一堆 老桃子 有两个护工强烈要求照顾你 你想不想见见 不要再花钱了 我这病 造了不少钱 把钱都花完了 以后孩子们的日子分散办 这次的护工啊 不要钱免费的 妈 哪有免费的 那以前爸都把钱交过了 对 啥意思 来 你们俩进来吧 师父好 师父好 你们这是啥情况 师父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骗了你 其实我们 根本没有开什么维修培训班 我跟方燕一直在医院里做护工 爸 是这样 凡年呢 怕您知道了他丢弃了您传给他的手艺去干护工啊 心里会难过 所以上次没敢告诉您 傻孩子 什么工作不重要 平安就好 是啊 这摸过阎王爷鼻子以后啊 就什么都看开了 是 看开了 真的是一切都想开了 只有身体健康是第一位 其他的 都是虚的 爸 妈 哥哥嫂子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也应该向你们坦白 我破产了 红也离了 这次回柯东呢 我发现 咱们科东发展得非常好 所以我决定 广东我不去了 留下来 在咱们家乡重新开始 爸 这算是 因火得福了吗 我倒下了 儿子 儿子和徒弟 都在我的身边 就是死 也迷糊了 爸 师父 不许说丧气话 您要好好的养病 好了还要去东勇呢 对 我也去 我也去 咱俩一块去啊 哪都有您 好好好 这么让让呢 梁子 师父 我来看你来了 好 梁子 来 半年 半年 我听海涛说了 您俩啊 好让你 但是呢 照顾师父 也不能让您俩白干的 咱们十五个工友 凑了一万块钱 我呢 再出一万 一共两万块钱 就算作 是您俩照顾师父的工资吧 那不可能 你要是给钱 我们就不照顾师父了 是啊 你看 我就知道您俩不要 我呢 已经把钱交到 医院的住院处了 就当作 是师父的医药费吧 那不行那不行 你要是有我们的 你 你不用吗 这不合适 你看 现在也没法退了呀 我呢 小双 你喜欢叔叔吗 我想跟你妈妈在一起 你觉得行吗 我说说呀 咱们仨在一起 小双天 小双天 我靠 你干什么 你臭孩子 我想得客气 就离家 红月在红月 我忘记你 谢谢你送我们回来 今天又麻烦你了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再客气我就该生气了 行 那以后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呀 我家挺乱的 你可别嫌弃 我保证不嫌弃 进来吧 来 这边坐 你太客气了 还带什么东西 你吃水果 你已经倒不许了 太好了 谢谢 我把大家的食物都弄丢了 夏淑 我以为我把车子固定好了 声音这么大还听不见的 白色的熊就在脸子里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双 电视官小双点 熊大 就是他 就是他 这孩子 怎么回事 给我 怎么回事 这么大 给我 小双 别再起那种熊了 他不惹孩子 说一说你自身的毛病 你看我把他给挂坏了 毛病 参观参观你们家吧 你随意吧 你随意吧 真的真的熊大 肯定就是他 看到他头上的脚腕就确定了 这么多年 做梦都想再见到他 小双 可一出现了 咱们回事 这么不明明 我怎么教你的 当时实在是太激动了 所以马上就冲了上去 这卧室挺温馨的 侧后这住吧 我那口子在的时候买的 他病的时候没钱治 本来打算把这房子卖了 给他治病 可他说什么都不肯 你男人是个爷们 我跟他肯了八字相课 我跟他肯了八字相课 结婚后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你别干护工了 那我干什么呀 像我这样的人 一没文化二没技术 护工虽然脏累点 可收入还可以 不干了 我养你们娘娘 我 我给你倒水去 孩子还在外面呢 孩子还在呢 孩子还在呢 你干什么呢 啥孩子 你干什么呢 说 你住手 小双 我车怎么得罪你啊 小双 你住手 小双 小双 干什么呀 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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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她 她也不听啊 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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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昨天走得快了 比昨天好多了 是 行 如果行的话就试试 在自然这儿走 就这个快点走 不行 是 好 试试 行 回来了 吃饭吧 乌鸡汤 还加点人参呢 尝尝 真像 你们这么多人照顾我 我得赶紧好啊 要不 真不好意思 对了 你赶快好起来吧 你看这徒弟儿子们 天天照顾你 都快喝西北风了 来 师傅我喂你吃吧 我来吧 来 夏老师 起床吃饭 来 搁这儿吧 谢谢你哥哥 哎 早饭什么都没吃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 这梦哪能行 我看还是找个护光护力你吧 哎 除了小条 我谁也顺人不了啊 来 这鸡肉汤 哎 那田姐呢 田姐的儿子撞枪自杀 也住院了 所以她没法照顾贾老师了 什么叫撞枪自杀呀 那哪是叫撞枪自杀呀 哪是叫撞枪自杀 就是拿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 不想活了 哎 她那个孩子有自闭症 贾老师啊 来 我来帮你把床摇起来 来 贾老师 我帮你把床摇起来 哎 好 叫栗子 哎 完经七年啊 你看看人家老刘 你再看看我 活得有什么意思 还只不让大夫打一针 爱了死算了 活着没劲 贾老师 咱千万不能这么想 那老话不是还说嘛 好死不住赖活着 来 吃饭啊 不行 我得上厕所 来 没事 我扶你 来 来 来 扶你啊 来 穿鞋 来 穿鞋 慢点 穿鞋啊 慢点啊 真没想到 这伺候人还有上瘾的 老头也真是的 自己不花钱找个护工 还要蹭人家呢 这护工还要蹭呢 哎呀 您少说几句吧 您哪那么多事啊 好 不要再这样吧 好 来 慢点啊 小说呢 嗯 在上厕所 我 我来看看她的 我 我来看看她的 你把东西拿走 都是因为我 小双厕所 她还受伤呢 我知道你怪我 但是我也没办法 当时她砸我车 我正在气头上 你走吧 你就不能原谅我这次吗 那是 我 是 你有先 那是什么呢 就不想做事 那是个后面 你把他们还在那儿 是什么地方 谁 post 家属去把出院费 再需交一部分吧 交多少 随你 看你孩子这样 先交一万吧 不够再补 我来 我来 不用了 你走吧 你们到底谁交 商量好了 别影响其他人排队 我来 我来 你走 好 你就不能原谅我这次了 不能 我跟小双过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招惹我们干吗呀 我怎么是招惹你们呀 天地良心 我是真喜欢你 我想和你 和小双 一起过日子 我心疼你娘俩 相比之下 你更心疼你的车吧 不是 谢谢你的好意 你走吧 我求你了 过啥结果出来了 非常好 周主任说了 最多还有一个礼拜 师父就能出院了 海涛 记着跟师母说一声 让她放心 好 好 师父 覆察结果出来了 你恢复得非常好 来 那个 咱下来 我扶你出去三南部 早上活动 自己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贾叔呢 刚才拖了病房服务 非要出去 我说太不听了 不知道干啥去了 她 她去外面了 应该是拎这个袋子走的 这样师父 您稍等我一下 好 天姐 贾叔来过吗 没有啊 我师父刚才说 她拎着个袋子出去了 医院里上上下下 我都找过了 没找到她 她会不会上街了 她上街干什么呀 我这两天 觉得她状态不太好 昨天我听她念叨 她想到银行取钱 给小双出医疗费 你说她会不会去银行了 这个家书 您好 您好 同志 你看看我这几张卡里边 一共有多少钱 稍等 喂 喂 叔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边溜达溜达 溜达一会儿 溜达一会儿 你呀 真是不听话 脑医血这个病多危险 你不知道吗 大夫交代了多少次了 你不能自己出院 你在哪儿啊 我就在咱们医院后边那个银行呢 我取一点钱 好好好 你待着别动 我来接你啊 不用不用了不用了 我没事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一会儿就回去了 再见再见啊 您那几张卡里一共有五十二万 哦 过去五万 好 哎呀 您没事吧 帮我叫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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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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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叔 叔 叔 你怎么来 快了 贾叔脑一血一发作了 快叫救护车 要这样了 来不及了 田姐来辆出租车 快 贾叔 手机 你的手机 能录像吗 能 怎么了贾叔你想干什么 快给我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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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快 周主任 怎么样了 大人走了 诸位 今天中午呢 我在杀猪菜订了一桌 咱们热烈庆祝老爸出院 好不好 凡年 师父可就出院了啊 恭喜师父 我爸呀 这么快能恢复身体健康 多亏了凡年夫妇的 精心照顾 我建议我们大家给他们俩鼓掌 好不好啊 好 谢谢 谢谢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师父啊 您记着 只要您徒弟还有一口气在 今后但凡您再住院的话 你看你这臭嘴 怎么说话的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师父 我祝您老人家永远不在住院 那是不可能的 早晚还得进来 天哪 有三年哪 爸 咱们走吧 车在下面等着呢 好好好 走了 走了 大师妹 师父 没乱东西啊 走了啊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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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父出院了 哦 是 嗯 嗯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 我们明天也出院了 田姐 嗯 假叔 有话跟你说 小田 小田 我恐怕不行了 我谢谢你 这两年来 对我无为不值的照顾 让我感受到了 像亲生儿女一样的感情 我谢谢 谢谢你了 我 卡里有几十万百钱 是我涨了一辈子的养老钱 我决定 一半 一半 闺女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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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开个 护肤公公司 多培养一些 像你们这样的好护肤 多多的去照顾 像我们这样的孤华老人们 是 密码 在我的 暴力的小本 上 我们一定要完成老人家的遗愿 嗯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今天的老人就是明天的自己 人类能否善待自己的晚年 是对自身良知和智慧的考验 孝道不仅仅是家庭责任 也必须社会化 工艺化 乃至服务化 孝道不仅仅是家庭责任 孝道不仅仅是家庭责任 孝道不仅仅仅是家庭责任